喊著還沒準備好啦 因為還沒聽到哨音 兩邊的隊伍就緊張又激動 開始互相拉伸 讓這場拔河競賽成了另一種趣味競賽 不過輪到學生組的拔河競賽卻是認真又刺激 即使各校代表隊伍身材體型大小有落差 但不足以影響輸贏 比的是耐心跟體力 因為最後脫穎而出拿下冠軍的 就是身材偏腳小 大同鄉地處最遠的南山國小 學生們都興奮不已 我們體型雖然是比他們還小 但是我們刻苦耐勞 精神特別的強 而且是耐力特別的強 所以贏得最後的勝利 太強了 明年我們要2.8 超開心 很開心 超開心的 27號大同鄉鄉運各村都熱烈參與 要讓族人彼此競爭發揮運動長項 家長們成的加油團在一旁尖叫歡呼加油打氣 鄉長表示 除了運動之外 也讓鄉民藉由鄉運活動彼此情感交流 雖然老天爺不作美 但難得在一年一度 各村運動項目的競爭下 現場氣氛仍然還是非常的熱鬧 又穩心 記者綜合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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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